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岁以下的孩童 小儿科医师苏月指出 肠病毒以往大多是在3、4月时升温 5、6月达到高峰后慢慢下降 直到9月开雪后再度出现一波流行 民众千万不可轻忽 1岁的小安凌晨发烧到39.2度 就医检查发现喉咙发炎 躯干有一颗颗丘症及水泡 两日后回诊症状未改善 身上还出现了许多溃疡 披症也从躯干蔓延到四肢 而10岁的小伯几天前因为发烧到39.3度 脚底出现红症 喉咙疼痛难耐前来就诊 力学检查发现 他的软额及玄庸垂出现溃疡 脚底有许多细小的红症 这两个案例都是罹患 肠病毒手足口病 然后他的躯干就是他的身上 然后就出现一颗一颗的丘症跟水泡 然后我们告诉他就是说 他有可能是肠病毒的感染 然后安排他两天后回诊 那回诊当天就有话就是发现说 他喉咙除了发炎以外呢 有出现了很多溃疡 然后他皮肤的疹子也是从躯干蔓延到四肢 然后就是确定是肠病毒的手足口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这是他第一天就诊的时候 那这是他的身体的这个躯干的侧边 我可以看到有这样一颗一颗的这种丘症 然后有几颗的话 其实看起来有点类似水泡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这有可能是肠病毒 但是肠病毒一般比较常发生 就是手足口病的话 是手跟脚的病灶为主 那但是他主要出现了躯干 所以一开始还没有那么确定 那在第三天回诊的话 这个是他膝盖后面的照片 就可以看到他的疹子 就是一颗一颗 很典型的一个肠病毒的病灶 那在检查他的喉咙的话 也可以这个可能解像 呃 没有那么清楚 不过可以看到他就有一颗一颗白色的点点了 那就是他喉咙有许多的溃疡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确定是手足口病 那第二位患者的话 他是一个十岁的一个同学 那他也是发烧到39.3度 然后到 他是先到其他的地方去就诊 那大概在三天前就诊 那个时候是发烧嘛 然后他的同班同学 有这个流感的患者 所以他就直接被当作流感来治疗 然后接受了克流感的这个药物 那他这一次来我们这边看了 主要的话就是他的脚底有一些红症 加上说他喉咙疼痛就是受不了 他就很奇怪才来我们这边评估 那我们把他检查发现他的软垓跟悬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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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那个喉咙的小舌头 那有出现溃疡 然后他脚底两侧都有许多细小的疹子 那后来也是确定是肠病毒手足口病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照片 那這個是它的 尤其口腔的照相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大概這邊 呈現它的小舌頭上面 也有這個潰瘍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這個是腳底的照片 就可以看到它有這樣一顆一顆 就是紅色的這種 小點點這個疹子 它兩側都有 那因為這個照相因為我們這邊 這個角度比較背光 所以實際看起來是會更紅一點 好那這個患者的話也是等於說兩個患者 都是手足口病那一個是 一歲一個是十歲 蘇醫師說明腸病毒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發生 以往病例數在三四月升溫 也有重症病例出現 民眾千萬別輕呼 那去年的話我們CDC的 資料是在十一月的時候 還有出現重症的病例 還有做這個通報的動作 那腸病毒一般 比較常見是十歲以下的兒童 但是其他年齡層 甚至成人也有感染腸病毒的可能 那腸病毒造成的症狀 主要臨床上比較常見的 包含了炮枕性淹霞炎跟手足口病 炮枕性淹霞炎的患者 他會忽然發燒 然後在淹霞部會出現水泡或潰瘍 那手足口病的特色是會發燒 口腔出現潰瘍以外呢 他的身體也會出現紅疹跟水泡 那由於這個紅疹跟水泡 耗發的部位常在手掌膠掌 所以他才得到這個 手足口病這個名字 那手足口病要特別注意的話 就是說 因為腸病毒患者他們 會因為口腔潰瘍 然後就是會很疼痛 就像我們第二個案例 喉嚨會很痛 所以他食慾會大減 因此呢如果是有比較小的小朋友 發生了這個情況 要特別注意是否有脫水的情形發生 要特別要補充水分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呢 就是說我們腸病毒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腸病毒重症 那有八到九成腸病毒重症的患者 他一開始都是以手足口 並做為初始表現 那腸病毒傳染的途徑 主要是經由呼吸道跟腸胃道傳染 那由於說他的傳染力很強 無法被酒精有效殺死 所以我們就是戴口罩 輕洗手 然後使用漂白水 消毒環境才能夠預防感染 那腸病毒的重症呢 就是主要說 這次病毒有可能會產生腦炎 腦膜炎 急性肢體無力等等的併發症 那比較嚴重的甚至會造成心肺衰竭而死亡 那我們五歲以下的兒童 是腸病毒重症的高危險群 所以說如果說 家長遇到說他的小朋友五歲以下 然後產生了腸病毒 手足口病 那要特別注意病情的變化 那如果出現像是 嗜睡啊 持續嘔吐 肌肉型抽素 或心薄過素 等等重症的前兆 那就要儘速就醫 那腸病毒的治療 並沒有所謂的特效藥 主要還是症狀治療 然後在病程中 要特別注意有沒有重症的徵兆 那腸病毒的預防方式就是 剛剛提到的戴口罩洗手 然後用漂白水消毒環境 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以外呢 那目前的話是有腸病毒的疫苗 疫苗可以提供接種 臺灣2023年開始施打自費 常病毒疫苗 可以預防感染 以及降低感染後出現重症機率 建議滿兩個月至未滿六歲的兒童 可以到醫療院所評估接種疫苗 記者温文君台北報導 倍數全國關注的台北市港湖區立法委員 最後由國民黨李彥秀 以十一萬兩千七百四十三票 贏得勝選重返立院 民眾開心地擁抱李彥秀 恭喜他順利當選 經過持續不懈的努力 國民黨立法委候選李彥秀 順利擊敗強敵重返立法院 選後立即以市場掃接卸票方式 親自向每一位支持他的港湖鄉親 表達誠摯的感謝 李彥秀表示 回到立法院將著重在國人最關切的民生議題 包括食安五環、富幼福利、校園安全、毒品詐騙及長照政策等 民眾其實關注很多民生的法案 怎麼樣讓港湖的鄉親在港湖生活更好 食安的政策 怎麼樣長期食安的問題 其實食安五環在過去蔡政府任內其實破了好幾個大洞 怎麼樣去做補強 還有我在這次政策上特別提到 過去大家都喊0到6歲國家養 那我們希望延伸往下走 從懷孕到6歲國家養 那包括毒品濫用的議題 還有校園的安全 還有詐騙的議題 那這些政策恐怕都是我們在回到立法院之後要立即推動 還有包括我長期在提長照的政策 怎麼樣我們做更完整的照顧 還有包括我們現在家長們關注的這個幼稚園齡端設置的議題 怎麼樣放心的雙新家庭讓孩子能夠進入幼兒園等等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立即要處理的政策 李彥秀會回到立法院馬上趕快 其實還沒就任之前我們已經陸陸續續在做馬上進入立法院第一個會期要提的相關的法案跟工作 另外在地方建設部分李彥秀表示鄉親們最關心的就是交通問題 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已與他聯繫取得共識 他將督促中央加速捷運民生汐止線 及環狀線東環段的捷運工程進度 還有重建港前大橋等 希望徹底解決困擾港湖區多年的交通問題 港湖的建設恐怕相信關注最多的就是交通的問題 如何協助蔣萬安在包括明溪線的部分 還有東環段的部分可以如值如期的完工 預算的跟中央的配合 還有包括我們在一些交通建設 港前大橋相關的一些配合款 中央可以給予的一些相關的配合款 蔣萬事實上在前幾天都有跟我個別通過電話 有哪些事項需要我們這些台北市的立法委員 接下來協助蔣萬的地方 我想我們就是一個台北team 我們會立即的趕快去做一些溝通 回到立法院立即做一些意識上的處理 務必讓這些重大工程能夠順利的罰包 能夠如值如期的完工 每一票的支持 感謝大家 每一票給李燕修的機會 從城至今從未離開港湖 李燕修表示 進入立法院會秉持初衷 每一天都努力的為民眾打拼 監督行政部門做好各項工作 讓民眾所關注的法案及政策都能實踐 記者張琦騰台北報導 台北市長蔣萬安公開表揚內科企業建設 響應市府推動的綠運輸ESG推廣計畫 在內湖瑞光路316項捐贈了U-bike站與車輛 打造北市綠運輸低碳的城市交通環境 企業捐贈U-bike在內湖瑞光路3-1項設U-bike站點 讓民眾在內湖港前捷運站與提頂大道二端之間 或周遭待步有了零探運聚選擇 交通議題一直是施政當中最重要的一環 也是跟市民朋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我們一上任之後就希望能夠改善台北市的交通 所以我們現在推動人本交通 以人為本 那一方面我們希望整體提升綠運輸的使用率 所以U-bike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我想我們在一上任也在持續的溝通研究 怎麼樣能夠讓民眾有更好的使用體驗 同樣的也能夠增加整體綠運輸的使用率 所以包括去年我們就已經增加了3280輛U-bike 另外今年預計會增加6000輛 投訴免透過數據的分析把這些增加的車輛 投在真正需要的站點上面 光是去年那一顆我們U-bike 站點就增加了一倍 原本20站增加了42站 所以也謝謝我們在地的議員 民間議員衛景臣里長的協助 所以這一次的捐贈所捐贈的U-bike 我們也會把投放好像是在瑞光路316下 也謝謝里長的幫忙 那另一方面我們接下來在預算通過之後 也會對外宣布我們U-bike 免費正式實施的日期 那我想屆時我們也會持續的收集各方的意見跟反饋 讓整個使用上面的體驗會更好 我想U-bike它是整個日運輸 最重要的一開始的第一里路 也會是最後一里路 所以我們在銜接各項公共運輸上面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除了市府端 我們增加U-bike的車輛量數 設站的站點以外 我們也透過公司協力的方式 也謝謝企業願意捐贈我們U-bike站 那另一方面也非常感謝我們內科協會 跟我們市府合作 推動內科交通運輸結合ESG推廣計畫 也就是跟U-bike公司合作 然後呢我們提供探足跡的計算平台 以及ESG報告的認證 讓鼓勵內科的企業員工使用的運輸 然後呢就可以讓企業在ESG報告裡面 有更好的分數跟表現 我想這樣子帶動一個正向循環 讓大家多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所以在這邊我要再次感謝內科協會 各位也謝謝我們陳啟宏董事長 還有在地民間議員為里長的幫忙 我想我們從這樣的一個示範開始 也希望有更多的企業可以響應 一起加入我們夜市推廣計畫 以及可以協助我們在提供U-bike使用上面 不管是U-bike的量數提供我們設站的站點 讓它的部件更加的完善 使用者體驗更好 綠能的腳踏車來講 對我們的環保是相當的有幫助的 那我個人是拋裝營運的方式 來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來促成這一段那個綠能的產業 江夢局說明 112年內科交通綠運輸結合ESG推廣計畫 預計輔到61家內科企業 其中11家企業執行ESG報告 計算員工通勤碳排量 其中鼓勵員工使用U-bike也是重要的一環 交通局在112年將內科U-bike站倍增一倍 既有的20站加至42站 使用U-bike人數成長約四成 另外也鼓勵內科企業共襄盛舉 捐贈U-bike站 透過公司合作增加租借站可及性 U-bike前三種免費 我們一上任之後就持續的在溝通規劃 那我們也會在預算審議高益段落之後 會正式對外宣布 那其實我們對於現在 U-bike前三種免費的政策 我們也持續的希望未來能夠讓民眾有更方便的借車 能夠提供更好的運輸環境 所以去年我們已經增加了3280輛的U-bike 今年預計會再增加6000輛 屆時我們希望能夠讓民眾有更好的借車使用 和體驗 另一方面內科在過去這一年 我們也增加了U-bike站 從原本20站增加到42站 另外我們平均的每日使用次數的 也增加了四成 也就全面提升整個U-bike律運輸的使用率 那當然今天我們也非常謝謝 就是很多民間企業 他們願意來捐贈U-bike 也就是除了市府端 我們希望透過民間的力量公司協力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我們推動了內科交通運輸 結合ESG推廣計畫 也就是我們鼓勵內科企業 員工使用U-bike以及相關的運輸 跟業用卡公司合作 然後我們提供包括探足機 以及探牌的計算平台 以及ESG報告的認證 然後讓企業有誘因 未來他們在ESG報告裡面 會得到更好的分數跟成績 交通局期盼社會各界 共襄盛舉捐贈U-bike站 向捐贈者可以在台北市政府市民服務 大平台網站線上申請 由交通局辦理線刊確認後 由公共自行車經營廠商完成設站 微管及後續營運 一同打造台北綠運輸低碳的 城市交通環境 1月13號總統大選結果出爐 外船有多達15個縣市的高階警官 將有所議動 內政部長林武昌表示 警戒人調行之有年 強調他上任後對警察福利及裝備 做了很大的改革 未來更將投入25億元 來更新警察同仁的裝備 加強保護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與之前擔任金融市長時的隨戶相見歡 內政部長林又昌證實 選後將有多個縣市的高階警官異動 主要是因為1月16號將有高階警官退休 加上警戒輪調行之有年 因此進行全盤的警官調整 讓警政工作推動更加順暢 這個警察的一個輪動 是每年 這個過去都行之有年 所以過去大概每年 會在1月份跟7月份的時候 會進行人事的一個調動 那在去年7月份的時候 因為去年年初 有進行過一次 比較大規模的一個調動 所以在去年7月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進行人事的一個調整 那在今年1月16號 要有這個我們的高階的一個警官要退休 那所以人力上面還有人事上面 的確有必要要進行相關的一個 這個領選跟地步 我想這是為了整個警政工作推動的一個順暢 李友昌表示 他上任後針對警情加急 還有加班費用 進行了很大的改革 超乎外界的預期 另外包括遠景背景空間的改善 以及裝備的提升也持續進行 其中遠景裝備 在未來將投入25億元更新 讓警察裝備更上時代 打擊犯罪更有利 才能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這幾年政府也已經花了大筆的一個預算 跟經費 來這個進行遠景背景空間的一個整修 在之前呢 三年其實已經花了十幾億 那在明年呢 也有1.7億的一個經費 要來做進一步的一個處理 那此外就是遠景的一個裝備的部分 在未來的這一兩年 也有非常大的一個革新跟投入 我們大概會投入25億元 來更新我們這個警察同仁的相關的一個裝備 那公寓散騎士必先立騎器 偵查犯罪打擊犯罪 一定要讓警察的裝備 能夠跟得上時代 那才能夠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近三個月 側查全國53家檳榔攤是否販售檳 給未滿18歲的消費者 結果有30家不符合規定 超過半數的業者違規 滿街的檳榔攤 以及五顏六色的招牌美女圖 對於青少年和成年民眾具有吸引力 但檳榔含有多種會致癌的物質 危害身體健康 尤其消費會日前到全台53家檳榔攤 側查是否販售檳榔給未滿18歲 穿著校服的學生 發現違規販售的業者 竟然有56.6% 那這53家裡面呢 有23家呢 是沒有違規的這種情形 那有30家呢 是有販賣啦 我們看起來應該是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照片裡面 那這個用眼睛遮起來 它看起來就像學生 那看起來呢 就是未滿18歲的這樣一個青年人 年輕人或是青少年 那他們呢 也去檳榔湯買檳榔 那但是呢 就這一個販賣者來講呢 並沒有做任何的查證 甚至穿學生衣服喔 都照賣喔 連穿學生衣服看起來就是學生了 未滿18歲還是一樣照賣 那這部分呢 大概有30家的檳榔攤呢 是有這樣違規的這種現象 所以呢 這高達超過5成的呢 這個檳榔攤呢 是違規的違法的 販賣檳榔給未滿14歲的這些 我們的青少年喔 那因為我們知道 他對身體的一個危害 而且呢 越早來吃檳榔啊 那越有可能來成癮的喔 所以這個看起來的問題是 蠻重的喔 蠻重的 蠻嚴重的喔 那在過去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我們腳石 台灣的這個腳石檳榔的這個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斜率呢 那事實上是大幅增加 那這幾年喔 在2000年之後 開始有微幅的這個下降 那變成是一個 補充的這個現象 但是 讓人覺得非常 也是 汗嚴的就是說 我們的口腔癌的這個 致死率 剛好跟檳榔的 嚼死率喔 是形成一個 一致的一個 斜率上升的這個 這個 現象喔 那甚至是說 那如果仔細來看的話 男性跟女性喔 這個藍色或綠色 這個 綠色是男性的這個死亡率 那藍色是男性的這個發生率 那女性她不管發生率或死亡率 基本上是一樣 因為女性同胞比較少去 礁石檳榔 那在台灣因為我們的男性同胞 也有可能是因為檳榔辣妹西施 在街頭上很多 所以都很多 攪屎檳榔 所以特別容易 它很小 就養成攪屎檳榔的習慣 那有時候跟朋友在一起 保暖或什麼 遞個檳榔 那就 吊吊咧 然後久而久之 平均起來是差不多20年之後 就會 產生這個 口腔癌的 這個致癌的這個 風險 那這一個 我們台灣的 男性前五名的 癌症發生率 及死亡率 口腔癌 在男性口腔癌一直都是居高不下 大概都是第四名 但是呢 更讓人觸目驚心的事情是說 我們在一個青壯年的 25歲到44歲的 這一個 族群裡面 那他的這個癌症致死率最高的 死亡率最高的 事實上竟然是口腔癌 所以他25歲到44歲 是什麼概念呢 這概念這個剛好是一個家庭裡面 最中間的 生產率最高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如果得到一個口腔癌 大家可以想像 對這個家庭 甚至對社會 就會造成多大的這個影響 那他如果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就得口腔癌 就可以想像說 他倒退20年 可能很小的時候 就養成 嚼檳榔的習慣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 今天我們 這個 校記會要特別提出來的 就是說 特別針對18歲以下的 這個應該要特別注意 消息會指出 目前沒有專法管理檳榔 台灣每年約8000人 罹患口腔癌 主因就是 檳榔的氾濫使用 呼籲政府 應當加強裂管 檳榔的生產 銷售 教育及廣告層面 我們去檢視一下 有關檳榔的這個規定 我們發現 唯一規定的 只有在兒少權益法的規定 它有規定一個是說 不可以提供供應 這個交付這個檳榔 給未成年的 也就是18歲以下的兒童跟少年 那違反的部分呢 根據同法的第91條規定 就是法1萬到10萬 這相較我們剛剛提到的 有關這個煙害的這個管制的方向 是非常非常的輕 而且重點是 在這一塊除了這樣子的一個 法則以外 其他的包括 檳榔要怎麼樣的去管制 怎麼樣讓民眾去知道 他的一些健康上面的一些 危害等等 這方面的一些規定 其實都沒有的 我們知道真的 檳榔這塊是完全沒有 只有在兒少權益的這個部分 保障法有規定 那我們也去 剛剛也提到說 我們剛剛有抽樣去調查說 到底有沒有 明明就是未成年人 你還供應煙瓶給他 這我們調查的縣市裡面 就新竹四等四個縣市 它是符合規定的 至少我們抽樣的部分 是符合規定的 那雲林縣有六 大概有六個縣市 是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規定 就每個都不查的 那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縣市 大概就是有的有 有的有查 有的冰榔他沒查 大概我們查的是這樣 也就是說 其實在各個縣市的這個販售 這個檳榔的這樣子的一個商家來講 他們對於說不可以販賣 煙品給這個 對不起 販賣檳榔給這個未成年人這一塊 其實他們並沒有落實 他們應該有的這個 企業的樣的一個責任 大部分都沒有落實 那針對這個 到底檳榔該怎麼管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發現 政府其實長期以來 他不會去鼓勵 但是他也不禁止 所以這一塊就變成是說 就是有點我覺得是一個 自生自滅的感覺了 反正就是各個商家 他的能力去讓吸引這個消費者 他去買 然後政府也不會去管 就兒少那個剛剛講的規定 其他沒有 不像香菸可能還要加警示雨 告訴你他對身體健康的危害 在這個檳榔這塊是沒有的 那針對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用食安法來管它 也不行 因為檳榔衛福部認為它不是食品 所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也管不到它 那長期以來一直提議 是不是可以針對檳榔部分 像菸害一樣去定立一個專法 其實沒有進度 那之前監察院其實針對檳榔的管理部分 也認為行政院並沒有積極的去管 所以他有這個部分 他曾經有提過糾正案 認為行政院應該積極的去正視這樣一個問題 提出妥善的解決方法 但是從2021年糾正到現在也沒有 我們也沒有看到有針對這塊的法規 有任何的一個進展 所以目前我們針對檳榔的防治部分 真的是進度非常的落後 其實也甚至是完全的是沒有進度 早在2003年 檳榔就被國際癌症研究總數 證實為第一級人類致癌物 若能預防剩餘治療 從販售端嚴格執行 也許就可避免許多青少年 及成年人嚼食檳榔的可能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希望他會幫我們做一個詳細的一個說明 什麼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膠做的 多吃這種瓜和癌症說掰掰 全世界風傳的驚人事件 看到這些誇張的標題您有什麼感覺呢 會因為好奇而點進去一探究竟嗎 還是已經知道這是毫無意義的農場文 現在我們就帶您來理解 假新聞的下標題技巧教您聰明判決 一文章標題有誇大的聲明 像是你不會相信即將發生的事 假的 二出現奇怪或不尋常的動畫 通常都是騙局異常 假的 三跳出輕鬆賺錢等文字 絕大部分是詐騙 假的 四出現不常見的影像 例如疾病扭曲罩等 這是騙點擊率 假的 五常見罐頭用語 像是百萬人公傳 大家都驚呆了 簡直太神了等 一樣是假的 這些聳動的標題 就是希望閱讀者能點擊 點進去後的錯誤資訊 會造成民眾 對虛假內容的信任或價值判斷錯誤 因此我們要牢記 一看二庭三想 讓誇大的新聞標題 不再影響我們的閱聽品質 中家集團關心您 2023年台北市主委杯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近1400人次報名參加 提供全國跆拳道選手 自我表現的舞台 展現平日的訓練成果 龍山國中跆拳道隊 充滿力與美的精彩演出 博得現場熱烈掌聲 也為比賽揭開序幕 2023台北市主委杯全國跆拳道錦標賽盛大舉辦 今年比賽雖然遇上台北市多所學校校慶典禮 但報名人數與去年相較不減反增 現場除了有令人振奮的競技對打項目外 還有講求精氣神合一的品勢項目相當具有看頭 我們今年總共參加隊伍有八十幾個單位 總人數有到達一千三百多位 那這次的主要的特色 特點就是因為我們在 我們台北市台南道委員會 在台北市的生根 就在基層方面做一個生根 我們這兩年的半比賽 我們都針對大眾的比賽 讓小朋友都來參與台南道的競技 然後透過這個競技的運動 來認識更多的朋友 來增進他們的學習 那這次的比賽 我們還特別準備了很多的小禮品 有跆拳道的包包 有跆拳道的吊飾 那也來鼓勵孩子 積極來參與比賽 在這個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都一起出來運動 因為我們台南道項目 除了隊練之外 我們現在還有品質的部分 那品質的部分 現在也有進入到亞運的項目 那其實品質對跆拳道的選手來講 也是一個很好的自我的鍛鍊 那其實我們今年的 特別也有邀請龍山國中 那是我們台北市國中端這邊 非常優秀的學校 那也特別請他們來參與比賽 也來做表演 那他們表演當中也去展示 也讓這些年輕的小朋友去看 那知道說 平時的一流的水準 這個階段 好的選手的表現 那怎麼打 也來增進他們的一些 對比賽的經驗 跟對選手的認識 我們這次比賽的小朋友 沒有他們獲獎了以後 其實我們在這個是比較基層的比賽 其實我們還針對台北市的選拔 那我們委員會都特別還有頒發獎勵金 或是一個補助 或是一個獎金的部分給他們 那對他們的一些支持上面 我們也會特別有一些 特別優秀選手 我們會特別有一些專案的部分 來對他們有一些幫助 那其實我們不光是選手的部分 我們還針對教練的研習 以及教練的獎勵制度 我們也會訂定一些方法 來實際鼓勵教練跟培養教練 比賽第一天為品勢賽 選手們都努力完成 跆拳道基本動作的防禦和攻擊技巧 展現他們平日的訓練成果 而學習跆拳道不僅可以保護自己 更可以鍛鍊出孩子們穩重自信的性格 增加他們的自信心及獨立性 那邊有沒有信心 對 你還想拿第一名 第一名 其實她學跆拳道不是我要求她的 是她自己要來學 那她跟我講了快半年了 我才有去網絡上找跆拳道 然後有找到離我們家很近的 彈花跆拳道 但她去第一次試學的時候 她就覺得很喜歡 所以才讓她繼續學跆拳道這樣子 其實她改變很大 就是她 其實她是一個滿內向 然後比較害羞的孩子 那她學了之後 特別是她有參加過第一次比賽 拿金牌之後 她的自信心就回來了 就幼稚園的老師也特別跟我講說 她變化很大 然後就變得會主動找人講話 然後找人玩這樣子 她學彈拳道辛苦不辛苦啊 妳有沒有就是 不辛苦 不辛苦 妳覺得好玩嗎 好玩 她之前在香港學的時候 其實是她的那個教練是韓國人 然後那個時候她開始喜歡 是因為語言 她覺得很好玩 然後覺得 怎麼會有喊口令 然後做動作 從這樣開始 她就 後來就變成是 因為她是幼兒班 所以她們比較注重體能 會啊 會擔心她受傷 就是媽媽的心態一定會擔心 所以她每一堂課我都會去 都在看著她 然後 但是她很勇敢 參加過2022亞洲錦標賽 然後男子團體第三名 那這一次表演 那有什麼感覺 這次參加這個開幕的表演 很開心可以幫這個比賽開幕 然後希望這個比賽 可以順順利利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看到現場這麼多人 還感覺怎麼樣 我的感覺很興奮 然後很期待 想要把這幾天下來 拍表演最好的成果 展現給大家 主辦單位希望透過舉辦競賽 提升運動風氣 也讓選手透過參與比賽 培養自信紀律及健康生活方式 並推廣傳承跆拳道 讓台灣跆拳道 能夠在國際體壇上 繼續發光發熱 記者林喜慧台北報導 台北造起來熱鬧登場 台北市政府協助店家轉型 並提升競爭力 今年共有14家傳統零售 及美食店家參與 從品牌到裝潢 及產品包裝設計 都力求生活美學 開業近50年的米古良行 透過更名定位與強化特色 擦亮形象再造空間 台北市政府福島在地潛力店家 透過創新型態 營運模式 聯合傳統歷史與當代創意 激發店家獨有魅力 迪化街成功 必須要一半的功勞給商業處 這是事實 我們是不是給他鼓勵一下 為什麼 因為 我記得迪化街在 我想事者就非常清楚 在十多年前的時候 那個 南北貨一直往下降 對不對 那電租一直往下降 那後來呢 因為造起來之後呢 那加上一些活動舉辦 尤其那個年貨大街或是其他的 那個造起來文創進入之後呢 整個迪化街 房租就漲了 然後我想 這個沒有關係啦 因為我想 顧問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就是 希望它造成繁榮嘛 那繁榮哪有可能 房租不漲的 不可能 這個就是商業處 帶來非常大的一個成功 那所以我們非常非常的支持 我們台北市的造起來 那剛才聽了主持人講的 一百七十一家 非常的不簡單 感謝您 感謝各位 各位 感謝你們到三天 我們台北市商業產業聯合會 分佈在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裡面 我們現在有五十三個理事長在裡面 我們希望是打造一個優質的平台 跟工部門做一個對接 那我們也積極的參與店家造起來 我想這個天理都知道 我們非常支持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 引進各位的idea 進入我們的商圈 進入我們的店家 讓我們的商圈店家 能夠比現在更好 疫情之後 我想慢慢在改變當中 消費配比也在改變當中 只要是你是民生必需品 現在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東西 那非民生必需品還是有機會 那只要照做改變的話 都會影響繁榮的未來 二十三家行店 日前在大道城創意展秀 透過師傅的再造計畫 翻轉品牌成就形象 行速台北街景特色 也有不少店家虛實整合 線上線下行小餅行 日翼豐盒 就來到了萬華 他們家的特色是 每個禮拜都有同產 米新鮮食送的米 所以他們家的米是最新鮮的 他們也想要米要吃新鮮的才好吃 所以我們說他們吃這個 萬華老街坊的鮮米湯 那原本叫翼豐商號 翼豐也一樣註冊不了商標 所以新的名字叫日翼豐盒 把翼豐兩個字包在中間 那我們保留他們很珍惜的 這個老的招牌 原來這個新一代接班的 武器打牌也曾經在這邊看到的結婚場 我們把老招牌保留下來了 但是整個店面 像它的下面原先就是 比較凝乱 比較破舊感 但現在我們兩個有熱心 而且保留下來了 我知道在過程中 我們先了解 再招的精神是要做什麼 接下來在了解過程之後 那我們店家裡面的特色跟營造 以及怎麼讓我們店家裡面的 整個經營的團隊 包含我們裡面的所有的成員 要取得共識 把我們的特色做一個呈現 那當然這中間也需要我們團隊這邊 持續一個輔導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都知道 台北市是一個商業發展為主的一個城市 我們的產業其實是三級產業為主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財政部的資料 百分之76的店家 百分之76的一個登記 其實都是我們三級產業的一個店家 那營收升級達到八成以上 都是我們三級產業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跟商區區息息相關的 不管是我們的零售或是餐飲 在今年的一個成績 其實都已經超越了 往年的疫情前的一個成績 不管是營收等等 這些都是有賴於我們各個產業 跟我們團隊 跟我們相關的店家共同的努力 才有這個成績 那這邊也再次的感謝大家 共同的一個參與 那我們知道造起來計畫的目的 是希望說思考 我們這些傳統的一個店家 不管是我們的產業 或者是說我們的美食的也好 那它在整個好的一個產品之外 還需要有更多更多 封造轉型的問題的時候 需要有大家的一個幫忙 所以才有造起來這個計畫的一個產生 那也就是我們想要的從點線面串連起來 剛剛提到這些成績 其實再造是針對點的部分 是最重要的重重之重 那另外在商圈的福島 我們也透過不同的一個活動 以我們底化街來講 其實大家都耳熟能想 已經經過多年來 我們已經打下一個很重要基礎的年貨大街 另外我們也透過補助案 也讓商圈營造不同的一個補助成績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來幫忙 我們各店家努力的各個方向 以再造的過程 把我們店家裡面 怎麼把體驗這個作為納進去 以我們底化街這個 我看了一下資料 我們的麻油的一個古兔 李九銀 其實它本身 有好的一個麻油的油油品 那我們除了 是各個面向的一個福島之外 特別把這個體驗的部分 然後融入進去 怎麼去打油 這個動作其實就讓我們回去 小時候 只要廚房這邊 聽到一個聲音去打油 那我們就知道 要去拿一個油品 到油店裡面去打油 這都是我們兒子的一個記憶 但是呢也是我們這邊的特色 那未來呢 也這些都是體驗型之後呢 那另外也增加更多更多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行銷類別 這就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未來呢 我們造起來這個計畫 因為持續來推動 有賴大家的一個共同的推動 台北造起來計畫 至今福島171個店家 以大稻城傳統老店為起點 逐步擴散至萬華區 帶動街區發展 改造從城市記憶 人文美感的創意裝點和互動設計 彼此串聯成有趣的油城 擴散觀光效應 一名15歲的青少女因為胸悶 頭暈就醫 抽血檢查確認為缺鐵性貧血 醫生又提醒還在發育中的嬰兒還有青少年 要注意生活飲食鐵的補充 如果有疑似症狀要儘早就醫評估 個案青少女就診時 致數無感冒症狀體溫正常 但經醫師問診發現 最近不時會覺得頭暈疲倦 還因為起床的時候跌倒 去照過X光片 身體檢查發現患者臉色蒼白 揭摸較無血色 頭髮乾燥且略微稀疏 臨床上懷疑是貧血造成的症狀 嚴重時甚至會有心薄過速 和心臟衰竭的表現不容忽視 那他也自己覺得說 最近他掉髮的情形又比較明顯 那我們臨床上是懷疑是貧血造成的症狀 所以就幫他安排抽血檢查 那抽血的結果就是發現說 他的血色數就是 確實是比較低下 而且他的紅血球的體積比較小 所以他就是小血球的平血 那我們進一步就是 因為有懷疑是不是缺鐵造成的 所以幫他驗了鐵相關的一個數據 那發現他確實是血清鐵下降 全鐵結合能力上升 還有血清的鐵蛋白也是下降的 那這些檢驗結果呢 都是確定就是他有一個缺鐵性平血的問題 那我們在衛教之後就給他口服鐵劑的治療 那平血我們比較常見的症狀 包含頭暈疲倦 眼側蒼板缺乏活力等 那他們也會 有這個運動不耐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運動的時候 比較容易呼吸急促 然後有上氣不接下氣的情況 那比較嚴重的平血患者 甚至會有心薄過速 還有心臟衰竭的表現 那平血的治療方面 就是因為平血的原因很多 所以重要的是說 找出他造成他平血的原因 然後並且針對這個原因治療 才能夠真的改善他平血的問題 那以我們這個患者的缺鐵性平血為例 那造成缺鐵性平血的原因呢 大概有這些 那我們大約有2%的青春期少女呢 會因為青春期的生長 急速生長 還有他們月經造成的血液流失 而有缺鐵性平血的問題 那另外像是飲食中的鐵攝取不足 腸胃道或是整體的其他部位有出血 那又或者是說他有鐵質吸收不良 以及腸胃道的其他疾病 都有可能會造成他有缺鐵性平血的問題 那缺鐵性平血要怎麼診斷呢 醫師會根據病史詢問 理學檢查 然後搭配我們抽血的結果 就可以確定診斷 那並且可以判斷它的嚴重程度 那但是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在治療缺鐵性平血之前 就是說在補充鐵劑之前呢 希望能夠盡可能把缺鐵的原因找出來 並且將它處理好 那舉例來講呢 就是像是如果是有潛在腸胃道出血的問題呢 我們可以用糞便的潛血反應來做一個篩檢 那如果說確定糞便潛血反應為陽性 那可能就要查一查它有沒有像是 比如說胃潰癢啊或是痔瘡等等 有腸胃道出血的一些可能 那針對一些像是有在刻意做結食 那些飲食控制的人 又或者是說比較不喜歡吃肉類 然後導致說他飲食中有可能 鐵攝取不足的人呢 我們就是可能要跟他進行胃教 幫他進行飲食調整 來改善鐵攝取不足的問題 那另外像是有一些月盡量 像出血量比較大的女生呢 就是可能會建議他安排一些復刻檢查 排除一些像是子宮肌油等等的 可能造成的原因 那把這些原因排除後 再補充鐵劑 才能夠真的改善患者的一個 貧血的問題 貧血治療最重要的是 找出造成貧血的原因 並且針對原因治療 以缺鐵性貧血為例 可能和少女青春期的極速生長 和月經造成的血液流失有關 其他包含飲食中鐵攝取不足 腸胃道或身體其他部位出血 鐵質吸收不良 或其他腸胃道疾病 都是可能的原因 那缺鐵性貧血的治療 如果是沒有其他特別原因的話 我們是以口服的鐵劑為首選 那再補充幾個月的鐵劑之後呢 這些指數都可以慢慢回到正常 但是即使這些指數都回到正常了 還是要再補充鐵劑大概兩到三個月 才能夠把身體鐵的庫存給補足 不會又再立刻又再面臨到缺鐵的問題 那口服鐵劑可能的互良反應 包含了噁心腹痛便秘等等的腸胃道症狀 所以如果有發生這些情況呢 就是患者就是就不要自行中斷 要跟醫師討論一下 看有沒有改藥或是其他的方法 免得說它的缺鐵性並且有持續惡化 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那最後提醒大家就是缺鐵 缺乏鐵元素這個問題呢 如果對於發育中的嬰兒跟青少年呢 其實是會影響智力和運動功能的發展的 那我們針對一些鐵 日常生活中鐵攝取不足的人呢 會建議他們多攝取肉類 內臟類的食物 以及深綠色的素材以補充生活中的鐵 那最後呢 就是如果你在生活上發現說 你的小朋友或者朋友親人的小孩 有那種疑似貧血的症狀的話 那我們就是建議盡早評估 就醫然後以免延誤他們的治療 缺鐵對於還在發育中的嬰兒和青少年 也會影響智力和運動功能的發展 醫師建議多攝取肉類 內臟類食物以及深綠色的蔬菜 來增加日常生活鐵的補充 如有出現疑似貧血症狀的患者 盡早就醫以免延誤治療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有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於是